假设我今天需要输入资料 我讲问题03 然后 我跟讲单元03 那用的列席档是问题02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假如我们今天希望做到的效果类似这样 第一个可能你会遇到的状况是 这边里面有很多资料 有这些栏位 包含什么呢 编号 跟像什么品名啊 单价啊 数量小计地区 那理论上第一个呢 编号我希望怎么样 最好能够自动编号 目前是没有编号 没有那有什么方式 那如果说我今天这个编号需要4码 那你要怎么一下子 全部自动 把它全部编号 那第一个当然呢 比较常用到的 如果你要全部自动编号的话 可能遇到第一个问题 那你这边不是自动 自动 按Ctrl键 Ctrl键按住 不会变成你要往下拖啦 有没有 往下拖 而且他不能自动 除非你要往下拉 可是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OK 那我们其实 可以借由一个 简单的函数 什么函数呢 简式与参照里面 有没有印象 如果我今天需要 产生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呢 他会 透过我现在列号 现在列号是2嘛 所以我可以参照他的列 我可以用肉函数 肉函数里面 但是他现在取的是2 那我可以把它减1不就好了 打勾 OK 那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就OK了 有没有 如果你用肉来做的话 会是最简单的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呢 产生编号不是 一码或两码 我希望全部都是4码 如果固定4码的话 那有个方法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有没有 储存格式里面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制定 如果一个数字 就 补一个零 补两个零 三个零 四个零 诶 补四个零之后按确定 你会发现 他全部呢 都帮你变成 你要的这个格式 有没有 那全部都是 几码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刚刚用的是 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的话 那这边呢 他只会 制定里面 他只会 是 帮你把那个 表面的格式改成4码 但实际上存在那个编号里面 还是 原来的数字 他不会因为这样变成文字 表面上看起来是文字 因为文字才会有补零的可能 因为前面 如果有零的话 数字不会绝对不会有零开头 所以如果说 假如我们希望怎么样 我不要只是表面上做到 我希望他自动全部帮我转成文字的话 那你可以想到一个 把那个肉减一先减下 插入函数的时候 特别是如果你要真的 把刚刚的格式 真正转为文字的话 如果将来你希望你储存的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一个文字的话 那你记得 可以 想到一个叫 文字的函数 文字里面的话 我们好像在前一个阶段的课程里面有提到 有一个叫Test函数 那这个Test函数 他主要的用途 就是真正的帮你把 在那个格式里面呢 格式里面的这个 看到的样子 真正帮你转换 转换成什么 比如说 刚刚的文字 那你可以通过Test 那使用的方式 特别是要 按确定之后 接下来把他的Value Value就是你的值 就刚刚的那个 Raw减一 那FormateTest的话呢 记得就是把刚刚制定 制定格式 格式那个地方 里面我是 4个0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记得 他一定是一个Test 所以记得前后一定要加双以后 把它加双以后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帮你把 1 变成格式是 0000 然后呢他自动转换成文字 这个转换过程其实在旁边也会显示出来 1就变成0001了 那 1原来是数字的1 真正帮你转换文字的1 而且是4个0的格式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Test 一般工作用到的几率还蛮大 因为很多人不会用 所以 很容易出错 OK按确定 好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一样把它向下填满 再这样的话底下 所有的编号呢 那就自动产生了 那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要解决什么问题 因为常常有同学 底下资料太多了 我们先把 刚刚留一部分就好 留大概15笔好了 Ctrl 去向右向下 不要这么多 如果我希望 因为一般工作里面最好是自动 比如说输入自动化嘛 很多同学说 是要怎么输入自动化 大概不外乎几个方法 一个是直接在Excel里面输入的时候 最好是有下拉清单 让使用者选嘛 对不对 产品选完之后 自动带出什么 他的价格 因为产品的 名称跟价格是联动的嘛 然后呢 再让他输入 他的数量 输入数量之后 自动带出小计 为什么 因为你数量 这个小计就是这两个相乘嘛 自动带出来 然后再让他选地区 那地区最好也是让他选 有没有 所以你就选了之后 编号也自动带出来 就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我们做一次给各位看 这边有一个已经做好的 比如说我今天选了一个玩具 自动带出这个跟这个 当我输入 50个之后 Enter 自动带出他的小计 在自动下拉之后 就完成了 有没有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输入自动化的话 那你要 了解 如何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资料 我想这个好像蛮多同学在问的 所以顺便讲一下 当然这是方法一 方法二的话 就是说呢 可能会比较复杂 就是这些输入的动作呢 可能要转到 刚刚 我们讲的那个 开发人员里面有一个 所谓的 Visual Basic里面的什么 制定表单 也就在那个表单里面 加了密码 OK 要加一个表单 是不是这个 对 可以利用像这样的表单 有没有 把刚刚的输入 转移到表单里面 不过相对的 看起来一定会比较专业 可是相对的 你要付出一点代价 就是你要把它设计出来 那到底哪一些比较好 像进销存系统好了 比如说你要 出货 进货 那这些相关的讯息 你也可以直接输入啦 没有人说不行 如果你小量资料 或者你个人使用 我是觉得 前面这个好像还OK 但是如果你大家都要用的话 你有的时候有些人会 有的人不会 那你干脆怎么样 弄个表单给他用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他就1234安确定自动帮你加过来 不就简单多了 那这个部分是等一下讲的 那请各位先把问题02先打开 待会的话 先试试看就是我刚刚讲的第1个问题 在这边产生一个编号 OK 那再来后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部分 就是有关那个 输入自动化的部分 要怎么样 可以第1个当然就是什么 产生你需要的 这个下拉清单 第2个是当下拉清单 使用的选取完之后 那如何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资料 或者自动帮你加个编号 那再来就是输入那个数量之后呢 自动帮你做个小计 那最后的话地区也是 给他一个下拉清单 的那个根本 陈道 大约 陈道 比较 大约 大约 小约